新冠后遗症 气短、胸闷、疲劳、焦虑 您是否有以上症状 或是您关心的亲人、朋友、爱人 是否正遭受以上症状的困扰呢 世界各国都积极跟进研究冠病后遗症 牛津大学对美国超过27万名冠病康复者展开调查 共同祭出9种症状 37%的冠病患者在康复后3到6个月内 至少出现一种长期后遗症 而中国研究更是发现 冠病后遗症多达16项 包括疲劳或肌肉无力 睡眠困难、心悸、关节痛、嗅觉下降、咳嗽、胸痛等 对于多数患者 研究发现他们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 才能恢复发病前的健康状态 而对于老人以及工作人士 后遗症和工作压力更是大大影响了生活品质与情绪健康 有什么方法既无需服药又方便 能够缓解后遗症不适 促进痊愈时间 让身心恢复健康美丽呢 请一定要关注我们今天介绍的高科技调理设备 高压太空养生舱 它是新加坡首个高压太空养生舱 无需药物调养 无年龄限制 有效支持疾病恢复 增强免疫系统 呼吸系统及淋巴系统 畅通经络 净化排毒 改善睡眠 美容 消除疲劳 延年益寿 健康养生 以下是选择我们高压太空养生舱的四大理由 安全无风险 在日本制造独特的日本纳米技术 费用大大低于医用高压养治疗 空间舒适宽敞 适合与朋友家人一起分享 来自日本高科技 多个长期使用者真实反馈有效 来听听我们多个体验者的真实分享 在做了养仓之后呢 我感觉到身体变得很轻盈 然后头脏感也消失了 尤其在熬夜过后 在养仓里睡了一个小时的觉 就会感觉睡了很饱很饱的觉 然后脸色也会变好 头头做了大概是四五次过后 感觉上精神方面就有很大的改善 大概是就不觉得两三点就觉得很累了 就每一天那个精神就可以维持到晚上这样 还有一个很大的改善就是因为我长期做工 所以颈见都一直来都很酸 所以自从做了这个养仓过后 感觉上这个酸痛的问题都已经没有了 所以也省下了我去按摩的钱了 我大概做了一年多的养仓 每个星期是一次到两次左右 那我母亲呢 过去两年来他因为膝盖的问题 膝盖比较没有力 做了大概一个多月到两个月的养仓 就是每个星期一次到两次 他基本上可以自己站起来 不需要人家浮 而且走路是之前的最少快一倍 那其次之外呢 同事们也觉得说好像皮肤方面 比如说白或 个人也没有什么用 什么不抚品之类的 那然后显得皱纹可能也比较明显的 比较减少 我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所以回来的时候 头基本上很脏很重 那么我就刚好那一晚上又做了养仓 结果做了一个重头的养仓出来后 整个压力整个缓解掉 所以建议一下一些上班族 或者工作压力大的 以看来做一下养仓 我是去年三月底 因为血压太高 高到两百多 结果就发生小中风 然后左边的身体是麻木的 然后行动不方便 手也举不起来 朋友就介绍我来做这个养仓 然后在里面主要是练呼吸法 还有打坐 睡觉 那时前期的时候 大概一周做三到四次 是觉得恢复得比较快 就是体力方面 精神方面 还有就是麻木的状况也比较减轻 现在就举起来完全没有问题 我孩子带我来做养仓的 好像以前我 不时会磕瘦 我做了养仓之后就不会了 而且我的脚 以前不会拿很高 现在可以拿很高了 听到我们不同年龄 不同职业的养仓体验者分享 您是否对我们的养仓辅助调养计划 感到有兴趣呢 请马上联系我们